我四歲快五歲的時候 開始學鋼琴 所以到現在十六年 我有很多機會可以放棄音樂 我都不想要放棄 是因為我喜歡利用音樂 去感染聽眾的那個感覺 幼稚園大半畢業 那是他第一次上台 我自己留下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基本上他不卻長 我的感覺是從很小的時候 在他跟音樂之間的關係 這就是倒過來的 不是因為喜歡練琴喜歡音樂 他是因為喜歡 喜歡發表 所以 因為喜歡上台 所以他會願意練琴 會讓我最感覺得最驕傲的表演結果 都是當音樂會結束 有人來跟我說他覺得很感動 像我最近有一個聽眾來跟我說 他會想要掉眼淚 不是說我一定要有一個什麼目的 想要讓全場的人都要掉眼淚 可是當有一個人可以這樣 會來跟我這樣說 我就會覺得 這讓我很放欣慰 因為我自己就是經常聽音樂 有時候放Jazz 有時候放蝴蝶 從小 車上都隨時都是播放音樂 所以那個就是對他來講 他也逃不掉 他從小就一直聽音樂 一直聽音樂 很多東西我就是會有一個印象 潛意識裡面的培養 蘇伯特的 醬皮大雕 鋼琴中米曲 我就會感覺好像看得到那個 那個路 那個車子上面我看到的風景 跟那整個感覺 到現在還是記得 對音樂上面的話 就讓我 理解到說 去分析 還有去理解那個樂曲的 的重要性 放鬆 然後用對的 的方式去發出那個聲音 然後用最省力的方式 做一個人的場面 最有幫助的就是 一種 一種自信 他們不會在意別人 對他們的看法 每個人都有這個自由可以說 你不需要怕錯 不需要怕出糗 這樣子的自信 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收穫 很大的 我真的應該從小都沒有 跟他 baby talk 其實從他很小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愛講話 然後會激烈咕嚕講話的一個 小女孩 所以我從來沒有覺得說 跟他講話是一件 特別或者是奇怪的事 我不能說一定是平等嘛 但是基本上是一個 習慣的對話的對象 我覺得他 他給我很大的空間 可是呢 當我需要引導的時候 他不會直接告訴我要怎麼做歌 他會把它放出來 就是說所有的因素 跟後果 然後最後 我自己去做那個決定 我不喜歡再講說 我以後想當鋼琴家 我希望就是說 可以藉由音樂回饋社會 我覺得在亞洲 很過度重視 技術這一部分 把音樂本身想得太簡單 希望我可以在這幾年 再繼續吸收更多的知識 然後可不可以 就說之後 可以邊演奏 然後一邊又有 什麼辦法可以 可以幫助這一部分 如果說真的是作為父親 如果說真的是作為父親 就是希望他 過得 開心 然後 再做他自己 想要做的事情 我希望他還是記得 因為人如果只是為了自己而活著 基本上是一件丟臉的事 所以你要 活著活得好 但你心裡面要有別人 最安慰的是 他從來沒有 選擇一個 easy way 那他還是一直不斷在摸索 我看到他的 最特別的一點 照片